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继续来学习论语 唯正篇 昨天我们讲到第四章 这是讲到孔子 为我们实现一生成就圣道的次第 那么这一章非常的重要 为我们指示出如何成圣成贤的过程 古人称这章是 夫子一生年朴 千古作圣妙诀 所以这一章对我们非常有指导的意义 那么我们昨天花了整整一个小时 只是很粗浅地把它分析出来 那么这里面的境界非常的微细深广 一个小时不够 我们这里同学觉得还不够味道 所以要求我今天再花多一点时间 把这一章里面的圣贤境界细细地说明 我们了解这个境界有很大的好处 可以细细地领会消化 知道我们走这条路 每一个阶段是什么样的过程 什么样的境界 心里有个数 走起来也比较踏实 另外也知道境界高远 不可以得少为主 不可以半途而废 要加工用横 早日成就 所以我们今天再花多一些时间 来给大家分享 那我们结合偶艺大师典经注解 并且引用佛门的大佛顶手楞严经 对照的来说明 那我们就更加的明了 那么这一章我们先念一念 子曰 五十又五而至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于举 那么这里呢 为我们 讲了 夫子这一生的过程 偶艺大师说 旨意学字到底 就是一个学字 成圣之道 就是学 学者绝也 念念念 念念背成和觉 为之智 绝不被迷情所动 为之力 绝能破威系以往 为之不惑 绝能透真望关头 为之之天命 绝六根皆如来藏 为之耳顺 绝六十皆如来藏 为之从心所欲 不于举 此时得心自在 若欲得法自在 须至八十九时 时可积之 过云 若圣与人 则无其感 此孔子 知真与实语 若作 千词解释 愿却 大胜 一生苦心 反问文字性 出续入流 王所 明知为逆 逆即而顺 顾名而顺 即文所文静 分得二门 圆兆三妹也 这是偶一大师啊 对此章的诸解 诸解的相当精辟 那么他为我们 把每一个阶段的境界 都点出来了 十五有志于学 这个志就是念念被称和诀 本诀我们本有 昨天我们说了 正如一个人 身穿无价薄衣 可是现在呢 自己不知道 外面套上一件呢 很邋遢的 膝盖的衣服 就以为自己是个穷汉 什么时候突然觉悟了 这叫始觉 始觉和本觉 这叫学 念念都始觉和本觉 被称是比喻 我们的烦恼吸气 本来没有的 现在呢 产生了 盖住我们的本觉了 我们的本觉像一个如意宝珠被覆盖了 光明显现不出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把那些灰尘插掉 这叫被尘 和本觉 跟本觉合起来 这是觉悟 这是立志 什么时候 完全恢复本觉了 就是究竟觉了 究竟觉 我们的本心完全显露出来了 那我们就成就大胜 那么孔子三世而立 立是什么呢 不被迷情所动 一切的 烦恼 情直 都叫迷情 这个迷情啊 是动向 他会 把我们的心呢 拉跑掉 孟子说 学问之道 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我们的心呢 放出去之后啊 在迷 迷忘的境界里头啊 染着 就产生迷情 现在把它拉回来 不为外面啊 这些 境界所动摇 自己心里头 不动 迷情 不生啊 妄想 啊 执着 那么这是有根了 有力了 就能力起来 要到这个境界 才可以出善了 才能够去面对 外面的花花世界 如果还会为境界所动摇 那么 这就不能够出善 老师不能放你走 你没学成 所以孔子到三十岁 学成 可以啊 去 立室 设室 到四十岁 到不惑之年 不惑时 没有疑惑 能破 威系 以往 威系的疑惑 都破掉了 也就是啊 没有丝毫的 疑惑 不疑惑什么呢 对宇宙人生 真相 没有疑惑 完全 能明了 这是真正觉悟啊 那觉悟之后 功夫要向上 叫悟后起修 修什么呢 能透 真望 关头 突破 真望 关头 认识 凡所有相 皆是学望 不仅是 动的相 是虚望的 静的相 也是虚望的 这三十岁的时候 不被迷情所动 那是不为动向所谜 比如说 眼睛 见到外面 色相 好的 坏的 见到好的 你不会生 贪爱心 见到坏的 你不会生 真悟心 就不被他所动 耳朵呢 听到 美妙的音乐 不会贪爱 不好听的声音 也不会讨厌 听到别人赞叹你 你也不会得意洋洋 听到别人 毁谤你 你也不会 起称会心 这是不为迷情所动 但是外面的相 都是动向 等到把动向舍掉了 静的境界线前 那静的境界线前 也不能为他所动 也不能生贪爱 这里都很威信 如果在静的境界里头 动了心 生染灼了 那就堕入了 威信以往当中 从这里要突破 那你才能够啊 透 真望 关头 动静二向 都是虚望 都放下 你才能入真 这叫知天命啊 你的觉悟层次又提高 再进一步 觉悟到 六根皆如来葬 这是耳孙 我们的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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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眼 耳 鼻 舌 身意 就是六种 感觉器官 眼能见色 耳能听声 鼻能嗅香 舌能肠胃 身能触物 意 能 能 能 刺 法 所以 眼耳鼻舌 身意六根 面对着色声 香味 触法 这六成 我们凡人 六根接触 六成境界的时候 一定会起 妄想分别之中 比如说眼 见色 就判断它 是美的是丑 这是分别 对美的起贪爱 对丑的起厌恶 那就是执着 爱增 之心 起来了 所以六根 接触到六成 它就起这些妄想分别之中 那么现在呢 明了了 六根里面呢 它有 如来藏 如来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 就藏在我们六根当中 那现在 它没有起作用 所以不叫如来 叫如来藏 藏是寒藏 藏在里头 它不显作用 那怎么样子能够 让这个如来起作用呢 让我们的真如本性啊 恢复出来呢 当我们用六根的时候 用它是可以 不要起妄想分别之中 也就是啊 用六根中的根性 这个性就是如来 就是真如本性 比如说 我们的眼睛 见到外面的色尘 看到了之后 就看到 清清楚楚 这是第一念 可是常人呢 马上起第二念 这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 我这本论语 我一看到它 这第一念里头 没有分别执着 看得很清楚 可是第二念呢 这是一本书 这本书是论语 你看这是分别 这本书印的不错 啊 很好 这是分别 因为它很好 我很喜欢它 执着 你看 马上就起 妄想分别之中 那个速度非常快 第一念刚起 马上第二念 第三念就起来了 念念相细的 就是分别之中 因此呢 如来葬姓啊 就显不出来了 是被你的分别执着 给挡住了 给覆盖了 现在呢 你觉悟了 觉悟之后 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之后 不起分别执着 你明了了 六根中原来有 真如本性 只要不起妄想 分别之中 就能用这个 六根中的根性 刚才用眼来做比喻 那耳也是一样的 孔老夫子 他六根当中呢 挑出耳 这一根 他说耳顺 也就是耳闻声的时候 声音呢 听得清清楚楚 不起分别之中 更不会起坦然 憎恶的心 这是耳顺 顺什么呢 顺你的真如自性 真如自性 也叫法性 顺法性 不顺 那个妄想分别执着 顺着妄想分别执着 那叫逆法性 现在顺了 叫耳顺了 境界呢 再往上提升 觉六识皆如来藏 为之从心所欲 不于举 那六根接触到外面的六尘 就会起六识 六识是什么呢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眼见色就产生眼识 耳闻声就产生闻识 二识 眼耳鼻舌深溺都产生识 这叫六识 眼识耳识鼻识 舌识深识意识 那么到七十岁的时候 孔子就能够觉悟到 原来六识里头 也含有如来藏 妄想分别执着 里头怎么会有如来藏呢 怎么会有真如本性呢 有 真如本性 便一切处 当然也周边 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就在我们这个 妄想分别执着 种种烦恼的当中 你要明了 那就不理法性 那就是法身 那就是如来藏 佛法里有句话叫 烦恼即菩提 生死 生死即涅槃 烦恼跟菩提 不二 菩提是什么呢 是真如本性的智慧 在哪呢 烦恼中也有 妄想分别执着 里头也有 他不二啊 这时候入不二 法门了 所以能 从心所欲 不于举了 这得心自在了 心自在 在华言经里 有定义 是讲菩萨 智慧方便 善于调伏自心 心里头 只生智慧 他入无量诸大三昧 无量诸大三昧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待人处事皆物 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 都转成智慧 烦恼也是智慧 游戏神通 无有障碍 这叫心自在 这个无量三昧 三昧叫正定 这是梵文 翻译成华语 就是正定 正受 心定在自心上 不动摇 这叫正受 正常的享受 我们的享受 不正常 为什么呢 起的是烦恼 凡夫的享受 不外乎五种 身上的享受 是有苦乐 两种 心里的受 有忧喜 两种 那身的苦乐 心的忧喜 都离开了 这个受 叫舍受 舍受 是高级的凡夫才有 得很深的禅定 他就能有 舍受 但是呢 这个定功啊 不能长久 他会失去 一失去了 就有苦乐 忧喜的感受 如果这个舍受 不失 不失去 这叫三美 这叫正受 永恒的 不会失掉 那么孔子得到心自在了 这境界相当高了 在佛门里就称菩萨了 偶一大师 说呀 孔子还没得到法自在 若欲得法自在 须至八十九十 时可即之 想要得到法自在 这样的境界 可能得到八十九十岁 可惜孔子 七十三岁 就去世了 他这个境界 还没能达到 在法自在里头 这个境界 华言经理啊 说到 是菩萨得大变才 欲诸法中 广能眼说 无边法门 无障无碍 这欲法得大自在 他能够自在 度化众生 度众生用变才 变才无碍 这个变才 不一定用语言 身教言教 种种手段方式 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 他就献什么身 而为其说法 眼说无边无量法门 没有任何障碍 这是法神大师的境界 所以孔子自己说 若圣与人 择五其感 我不敢 自称 圣和人 因为他知道 自己还没做 做到这一点 还没达到这个境界 这是孔子 真语实语 圣人是不会 答忘语 不会说不实语 不实语叫奇语 花言 乔语 那叫不实语 圣人怎么会说 那个不实的语言 正如金刚经理讲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不妄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孔子 说的都是老实话 自己是什么境界 他就说什么境界 没达到 绝对不敢 去冒充这个境界 冒充是大妄语 所以他说 若圣与人 则武其感 这不是谦词而已 不是说谦虚而已 真的是这样 你要说他谦虚 这就冤阙大圣一生苦心 孔子一生的苦心是什么呢 就是大学里讲的 欲令一切众生 明明德 明明德就是 完全恢复真如自信 他给我们实现的 这个修学的过程 这是一片苦心 希望我们 不要满足于他的境界 还要向上 那么孔子 这个境界 这一章里面说到 比较简约 而这个境界之高远 又不是我们凡人 能够轻易体会到的 欧义大师这里 就引用了 愣言经理的 观世音菩萨 耳根元通章 这一章 来诠释 孔子的境界 所以他底下讲的 反文文字性 这是观世音菩萨 修耳根元通的法文 观世音菩萨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只知道他能够大慈大悲 寻生救苦 千处祈求 千处应 可是他怎么个修学的 怎么能成就的 很多人未必能了解 冷言经理 他有一个学习心得报告 是他修耳根元通 为什么减耳根 六根直选耳根 其他那没讲呢 这是因为观世音菩萨 过去就在我们这个 娑婆世界修行 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 翻译成中文叫极苦 极苦的世界 西方有极乐世界 我们这是极苦世界 为什么苦啊 因为迷得很深 造业很多 感得苦暴 观世音菩萨 他用耳根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 六根当中啊 耳根最立 最聪明 比如说 眼睛跟耳朵比起来 耳就比眼睛聪明 眼睛看书 未必能够啊 读懂那个意思 可是耳根 听老师讲课呢 很容易就听懂了 这耳就比眼睛聪明 所以你看 孔子 他一声讲学 用音声啊 来讲 来传授圣贤之道 后人 把他讲的这个话 记录下来 才是文语啊 夫子自己写的文章并不多 多半是用音声来教学 只是为了传授 因为音声 当时没有录音机 要保留下来很不容易 所以才不得不啊 写下一些著作 来传授 但是呢 教学的手段 你音声啊 最好 最能让学生觉悟 那么释迦摩尼佛呢 这是古印度 跟孔子 同时代的人 两个人没见过面 可是教学的方法 是一样的 都是用音声来教学 释迦摩尼佛讲经四十九年 说法三百余会 这一会就像一课 讲了三百多次的大课 课里头 又长又短 这是一部经 有的很长 有的很短 一部经成一会 他也是没有啊 诸书 历说 也是后人 这些弟子们 把释迦摩尼佛讲的这些法 记录下来 这才成为佛经啊 所以两位圣人 东土的圣人 和西土的圣人 都用音声来教学 这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的众生 耳根的最利 所以观世音菩萨呢 他挑选耳根 在《冷言经》里面 文书施利菩萨 为我们呢 拣选圆通 他挑的是 观世音菩萨 耳根圆通 就是因为 这里的众生 耳根最利 那用耳根来说明 这个道理 其他跟道理是一样的 反文文自信 这是讲耳 反文是 不要文外面的声音 不要追逐 外面的生辰境界 而是反过来 文自信 这是观音菩萨修的法文 那么其他跟也是一样 眼根 不要追逐 外面色诚境界 反观观自信 比一呢 别也不要追逐外面的 相乘 反秀 秀自信 这六根呢 把它收回来 收到自信上来 这就是孟子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 求其放心 而已 这是真学问 放心是 把这六根都放出去了 现在把它抓回来 返回到自信上 出许 出许 入流 王所 明知为例 这个入流是入法性流 王所 王所是 忘了 所接触的 沉浸 比如说 耳根 不去攀缘 外面的生辰 外面的声音呢 是锁闻 耳根是能闻 能闻的耳 现在不去追逐 那个锁闻的声 把那个声给忘了 这叫忘锁 王和忘是一个意思 把那锁给放下了 这叫入法性流了 回头了 能不能做到的 能啊 孔子就做到了 在论语里面讲 孔子在齐闻勺 三月不知肉味 他在齐国听到勺月 勺月是大顺 创造的最美妙的音乐 他听到 入了那个境界 三个月 吃肉啊 都没有味道 那是忘了 舌根 所接触的味道 未尘 他忘了 这叫做忘锁 那眼耳鼻舌身意 都可以把 那锁 处的境界 给忘掉 这是入流亡锁 这是最初一步 要进入 明之为逆 逆是什么呢 不顺着 不顺着 那个沉浸 去攀原 逆着 这个攀原的 这几个流 反过来 流入自行 这叫逆 逆急而顺 逆到急处 就是完全 不向外攀原了 完全回归自行了 这是几点了 到了几点 顺 顺什么呢 顺不动之性 自行 本不动摇 这个时候成为耳顺 耳顺 在《冷言经》里面 讲是 闻所闻境 闻就是能闻 能闻的是耳根 所闻的是声音 能闻的耳 跟所闻的声 都没了 都放下了 这是进了 也就是说 他脱离物质世界的束缚 耳根是物质 声音也是物质 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 六尘都是物质 他脱离了那个束缚 那么这里专用耳来讲 所以叫耳门圆兆三位 他得到正定访安 那么为了 为大家详细的说明 这个境界的高下 我们将大佛顶 守能言经 观世音菩萨 耳根原通章 的一段最重要的经文 把它提取出来 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我们对照 我们对照夫子和观世音菩萨的境界 就更能明了 孔老夫子是圣人 观世音菩萨也是圣人 两位圣人都做他的心得报告 这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 《冷眼经》的这段经文 二时 观世音菩萨 极从做起 顶礼佛足 二百佛言 世尊 意念我惜 无数横河沙节 于时 有佛出现于世 明观世音 我欲彼佛发菩提心 彼佛教我 从文思修 入三摩地 出于文中 入流往所 所入济济 动静二相 了然不生 如是见增 闻所闻静 静闻不住 空所绝空 绝所绝空 空觉极圆 空所空灭 生灭 寂灭 寂灭 现前 忽然超越 世出世间 释放原民 获二殊胜 一者 上和释放 诸佛本妙决心 与佛如来 同一次力 二者 下和释放 一切六道众生 与助众生 同意悲哑 这段经文 是观世音菩萨 为我们报告 他的 成圣的过程 正如孔子 给我们做的报告一样 那么经文 一开头说 二十观世音菩萨 既从座起 顶礼佛祖 二百佛言 观世音菩萨 在冷眼法会上 轮到他来讲报告 他从座位上起来 表示尊敬 先向释迦摩尼佛顶礼 礼佛足 足 佛的脚 是人最低的地方 他用顶 去礼佛足 头是最高的 去礼最低的 这是表示 极其千倍恭敬 要知道 学圣 学贤 得大法 必须要有千倍恭敬的心 才能入道 那么观世音菩萨 给我们表演出来 他向佛报告 白佛言 是世尊 世尊是称释迦摩尼佛 世间最尊贵 三界 世间 最尊贵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够 断尽 世间 一切烦恼 所以他成了世子 观世音菩萨报告说 意念我系 无数恒河沙结 有时有佛 于时有佛 出现于世 名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 回忆过去 无数恒河沙结 这么长的时间 冷言经是大成经 所以这个结是大结 一个大结 我们过去曾经算过 大概是12.7亿年 这是一结 那观世音菩萨是 回忆过去无数恒河沙 恒河你说有多少沙 不计其数 恒河的沙不计其数了 还要无数条恒河 这么多的沙 你想想那个数量 这个数量是讲结 结束 那是不可思议的时间了 太漫长了 久远久远的过去 他回忆当时有一位佛 出现于世 叫观世音佛 跟观世音菩萨 名号是一样的 那我们知道 观世音菩萨 一定是他的 真传的弟子了 你看孔老夫子 他在这个论语里面 给我们回忆 是他一生 七十年 从十五岁开始 有治愈学 到七十岁 从心所欲不欲举 就只有七十年时间 得到这样的境界 很不简单了 再往上 那需要寿命 你看观世音菩萨 他修了无量节了 这当然这个境界 要远高于孔子 所以修行要有寿命 我们这个世间苦 其中一个苦 就是寿命短 人生七十古来西 想要修学 后头没有时间 半途就而废了 所以 佛劝我们要求胜 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 是无量寿命 这个寿命啊 不止无数恒河沙节 那你决定成就 好处在这儿 那么观世音菩萨报告 他说过去 跟观世音古佛 学习的时候 我与彼佛 发菩提心 我在佛那的处所 向佛学法 发起了菩提心 菩提是范语 翻译成中文 叫觉悟的意思 那么发菩提心 也就是他立志 立志什么呢 立志觉悟 正如孔子十五岁 有志于学 一样 学者觉也 孔子十五岁 就发 这个 要觉悟的心了 观世音菩萨当时 也发菩提心 证明这是修道的 最重要的一步 你得迈出这一步 后途才有成就 在大学里头讲 知指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第一是知指 指是什么呢 是念念不移 这讲你的志向 知指是你的志向 也就是观世音这里讲的 发菩提心 这菩提心 一般说是 四红诗愿 众生无边诗愿度 烦恼无尽 诗愿断 法门无量 诗愿学 佛道无上 诗愿成 让法这个心 真正觉悟 自读读他 自觉觉他 到觉醒圆满而后止 这是励志 那么 这以下呢 观世音菩萨 是给我们报告 他以古佛之教 从前入身 修学的全过程 比佛教我 从文思修 入三摩地 文思修 我们讲过 前面说的 是菩萨三会 文会 思会 修会 这是一次完成 他没有次第 这是入大定 定中 开了大智慧 那么观音 古佛 教观世音菩萨 修 这个 文思修 入三摩地 三摩地 就是 正地 那么下面就是讲他 从前入身 入这个三摩地的过程 初于文中 入流亡所 最初 就是 开始进入 于文中 这是用耳根来讲 文什么呢 不去文外面的声音 而是反文字耳 能文之性 反文文字性 这叫入流 这叫 绘文了 文而思 思而修 入法 幸流 亡所 就是忘记了所文的声音 这个所 而 对所文的声音 所 建立起来了 智慧就没有了 文思修 就被破坏了 观世音菩萨 你看在心经里讲的 照见 五蕴皆空 照是智慧 照见 它是用 自信的智慧 照见 照见 照见什么呢 五蕴皆空 五蕴是 色 受想 行 食 色是物质 受想 行 食 都是我们的精神活动 都空了 为什么空了 所没有了 你看 色 是我们 六根 接触的 六层 境界 物质 世界 色 受想 行食 是我们 心意识 所接触的 精神 境界 都是 所 空 所空了 才能有照 所立了之后 这些照就没有了 众生 就是因为有 这个所 有所见 有所闻 有所知 这有对待 本来 这个世界是不二 能闻 所闻 是一 不是二 现在把它一切为二 那就不能照了 落到了什么呢 妄想 分别 执着 这就变成想了 用思想 这是众生 迷的根本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从这个根本下手 把锁 给 放下 入流 往锁 这以后 修行的境界 都是一层一层的 把锁 忘掉 那这是第一步 把外面的像给 放下 外面像是洞 洞像 破了 洞的这个 结了 突破洞的关口 底下呢 洞的关口 突破了 静的现象 就出生了 锁入即静 动静 二相 了然不生 这洞的结 结开了 静的结 就显出来了 所以锁入即即 现在我们入法性流 第一步是 由洞到静 由洞到静 这功夫 还是很低的 不能停止 在这里 要加工 努力 继续加深 反文的功夫 辗转 深切 到了 即静 即静 也放下 动静 二相 了然不生 动是相 静也是相 这两个相 都放下 这是了然不生 所以刚才是 索文的声放下 这是放下动 那么 这个 动向解除了 静的相 显露出来了 也要把它解开 继续反文文字性 这破了 静的这个节 观世音菩萨 给我们讲的 要破六个节 突破六个关口 这是一静 一动一静 破掉了 这时候 才真正叫 不被迷情所动 迷情是染着 染着动的 这是迷 染着静的 还是迷 到了不被迷情所动 偶一大师讲 这叫做儿立之年了 孔子三十岁 到了这个境界 那么实际上 到四十岁 不获 能破威系以往 也是 在这个境界中 三十而立 不被迷情所动 这是着重在 破洞的节 能破威系以往 这是讲到 要破静的节 这个才真正到不获 不为动向所获 也不为静向所获 大学里面讲 知之而后有定 到这个境界 才叫得定 这个境界了 福子四十岁 在这个境界上 就毕业了 那底下还有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底下我们再继续 跟大家学习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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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